組別部分的話就是抓第七個字 第七個字呢去組別裡面 看一下他到底在ABCD哪一個 OK所以原理原則跟剛剛蠻像的 1先插入函數呢我們用文字類裡面的MID函數 所以找到MID函數 2的話呢在這個裡面資料抓第七個 那要幾個字呢 一個字嘛所以這邊會出現A 按確定 第2的話一樣把這個公式呢把它剪下來 再插入到那個 我們最近使用過的 其實你 要不就是檢視與參照最下面要不就最近使用過的VLAN數 然後呢 第一個問題是就剛剛東西就是 把MID的結果放在這邊查A 去哪邊查呢F3 去組別這邊有個組別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我不知道說要查哪一欄 查D欄 那我要把第2欄的資料帶過來 所以這邊的話輸入2就可以了 然後比對方式一樣是完全比對所以輸入0 按個確定 向下填滿 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跟剛剛一模一樣 升等的部分的話呢 這一題比較特殊 他所謂的升等是1234 1234的話呢 其實 是在編號裡面的 第一個字 OK 可是特別注意喔 你們可能要注意一點喔 編號裡面喔 他是一個文字 裡面呢除了數字以外呢 還有ABC還有符號 所以呢你回來的資料一定是這樣子 但是呢 在那個升等裡面喔 1234的話 特別之外它是一個數字 數字的話呢 兩者之間有沒有相等 其實不相等喔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一題可能 關鍵的地方就是 1 不等於 1 文字的1不等於數字的1喔 那怎麼辦喔 我們要做一些處理喔 所以 先把這邊 插入 我們要抓的第一個字 那你可以用LAPS好了 比如說文字類函數 裡面的 LAPS L EFT 第幾個字呢 文字裡面的第一個字 所以抓這裡面的第一個字 OK那我就抓到是 我要的這個E 但是你會發現LAPS抓到的E 剛剛有顯示出來是什麼呢 是這樣的E 指的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文字E 那文字E的話呢 有沒有 這邊有個文字E喔 如果你文字E要把它變 跟什麼呢 跟升等裡面的E 要相比較的話 會出問題 會找不到 所以你剛剛應該有做到 按確定 第二個的話呢 再把這個LAPS剪下來 插入一個 最近使用過的V2函數 查什麼呢 一樣是查這個 TableRate F3 去找什麼呢 找升等 升等裡面呢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其實你從這邊看 也可以看得出來 它這個E有沒有 跟這個E 是不一樣的 那怎麼辦呢 欸對 題目裡面有講到 那這邊一樣是第二欄 這邊一樣是0 那 當你按確定它會出現錯誤 找不到 為什麼因為呢 剛剛講的重點 那怎麼辦 很簡單 請你把這個 外面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Value 題目有提示有沒有 Value 前刮弧 再移到最後面 後刮弧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原來的這個 1 文字1 它就因為Value的關係 轉換成 這個1了 OK 這樣的話我們來查詢 會不會就OK 按確定 你會發現答案就出現了 沒有問題 OK 所以這一題 這一題 試著做做看 然後呢 考核 60% 這部分的話呢 當然就是根據什麼呢 特別說 根據 這邊的成績 考核成績 所以這邊會有三個成績 那筆試成績的話呢 是在 這邊 題目裡面有要求啦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兩個 再試著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2 2